Hello 大家好 又是11日假期 有假期有什麼好得過回鄉下 講的當然是去日本 最近提起了一個網站叫TravelZoo 他們不會是發電郵來 講一下他們那個星期 有什麼理由產品是推介的 儘管去看看這個星期 他們是有什麼推介是適合的 標題就說是現港機票 曼谷的酒店 和澳洲的套票 台北 看到了 有大阪來回機票 先按一下 大阪機票1200元起 竟節省36% 日期是8月29至明年7月12日 今年如果我要在11日假期那段時間去 應該是適合的 看看還有什麼地方 紮訪機票 或者是去沖繩 東京半個酒店 東京的類似 沖繩剛才見過 雖然他有這麼多不同的選擇 不過我想今期 我想 比較合適 可能是這個 大阪來回機票 早去晚返 相當好 按進去網上預訂 那他就有個連結 拿回到航空公司那邊 現在收入了我的目的地 是大阪 9月26日去 然後呢 就10月2日回 這樣不同的時間 有略 價錢 略有分別的 出發時間 如果我選到 下午5點 我可以先調整 超夜機回來也好 1820元 貴少少的 價錢已經包了 那些稅 那些機場稅 入境稅 那些 1820元 真的很值得玩 去日本 打回我的資料先 好快 這樣就完成了 但是行程 我還未想 到時 我會再在 Travel Zoo 看看有沒有其他 配件 或者酒店適合 可以在那裏訂購 大家如果想 在十一假期去旅行 或者是其他聖誕節 預訂的 什麼酒店 機票 或者什麼配件 大家都可以去Travel Zoo 看看 因為很方便 很利用 好吧 就這樣吧 拜拜